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心中的理想型,养子像不像这种理想型。 肖战理想型,也曾经晒出过自己的手绘画,看得出来,肖战还是有一定绘画基础的。 并且肖战还晒出了张照片,不少网友怀疑这就是肖战心中的理想的另一半。 但是看到这张照片后,画中的女孩,真的有点像谁啊。 不少网友都觉得很熟悉,尤其是五官,像极了一个女明星。 肖战从前也说过理想型,长发,长腿,高166左右,比例好的也算长腿了吧。 不超过100斤,这点是个人分析。 因为肖战他可以暴动100斤左右的。 微胖的是100斤,可能明星理解的微胖和我们不一样,毕竟肖战自己身高,183,体重才130斤呢。 这个理想型也开始改变了一些,不卑不亢。 肖战和杨子合作了余生请多指教后。 开始了锻炼,就为了能抱起姊妹。 肖战开始了炼铁日常。 姊妹温婉居家,但不会做饭也没关系,肖战会,姊妹也会洗碗,不卑不亢。 有独立思想,要是肖战姊妹能在一起,真的是很养眼的两个人。 而姊妹也慢慢长成战哥心中的理想型,也许这就是缘分,只是他们不自知吧。 要是有天能成真,那就好了。 喜欢看养眼的人。 我还在怀念那年的微薄之夜,养眼又温暖,喜欢太阳和月亮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